年輕成功有沒有很難嘛 我27歲買別樹 給玉銘買了進口跑車 我當老闆做生意 開保齡球館 那個時候我覺得我是神 然後我就從天堂掉下來 我突然間發現他的頭髮白了一半 每聽到錦鳴聲他都會半夜驚醒 天方夜譚的想要用意外弦去還他的負債 時時都在提醒我要好好照顧小孩 我花了八個月研究案例 事業手冊看破了三四本 每天黏著教練跟夥伴問問題 我體悟到以前是做錢的生意 而案例是做人的事業 我們就像做工程扎地機一樣 以身作折 一步步建立穩固的團隊 即使疫情嚴峻 團隊業績仍然持續的成長 讓所有夥伴們有了最安心的保障 現在我們有了孫子 而我也成為二寶馬 夥伴與家人也越來越多 因為安定實現我們全方位的幸福 因為安定實現我們全方位的幸福 在此的確定 我們已經有了孫子